一台1200cc摩托真实油耗是怎么样的 市区和长途油耗差别真的很大 这个视频是我骑追200两个半月 形成1691公里一笔一笔记录下来的 油耗包括第一阶段纯市区油耗 第二阶段市区加长途油耗 长途油耗一箱有的续航能力和综合油耗四个部分 第一阶段的油耗我在2024年8月12日的视频中介绍过了 感兴趣的可以去翻翻 当时总共跑了656公里 百公里油耗7.28升 平均每公里油钱六毛二 从那时起到现在是第二阶段 行驶里程1035公里 百公里油耗5.52升 每公里四毛五分钱 第二阶段油耗下降比较明显 主要原因是这1000多公里中有一半是我跑长途跑的 剩下是市区起行 另外在第一阶段最后一次加油前 刷了新原原厂的意思优新程序 表现油耗有所下降 虽然比我真实使用记录计算出来的低 但确实下降了 900多公里进行了首保 长途是在首保以后跑的 其中长途部分油耗下降明显 一般摩托跑长途油耗都会减少 但这个车明显少很多 我的车市区一箱油一般 也就是跑140到170公里就会亮灯了 长途路上我跑到230公里也没有亮灯 一箱油200公里长途续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以9月14日长途路上最后一箱油的完整记录为例 一箱油跑了203.5公里 使用油量是8.45升 算下来百公里油耗是4.15升 每公里三毛四 其实到家的时候油灯还没亮 应该至少还能跑20公里 最后汇总情况 从2024年7月3日提车到9月22日 总里程1691公里 消耗油量104.9升 加油费用总计873.06元 百公里油耗6.31升 平均每公里五毛二 以上全部是我的真实记录 欢迎各位车友来分享你的真实油耗 互相参考 最后又说一点 油耗关联的是车辆的续航能力 油耗的变化反映的是车辆的健康状况 所以要是觉得玩不起就别玩 玩个摩托还考虑什么油耗 有这种想法显然是对玩摩托还不太成熟的 视频制作不易 感兴趣的车友麻烦一键三连 谢谢